奶汤生蹄筋 料酒五十克 精盐五克 味精十五克 葱姜各十克 奶汤一千克 鸡油十五克 胡椒粉一克 奶汤生蹄筋制作的时候 锅上火 水烧开 把菜心焯熟 向天使每个颜ows 捞出装入玻璃斗 蹄筋放入锅中 加葱 姜 撂酒 盐 蹄筋捞出 也放入玻璃斗 玻璃斗 锅上火倒入奶汤 加入盐 味精 胡椒粉 烧滚之后 淋入鸡油 盛入玻璃斗 即盛 奶汤 生蹄筋的制作关键是奶汤 奶汤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 将净母鸡 猪肘 猪蹄 窜过水 放入垫有竹壁子的锅里 加入清水 料酒 用旺火烧开 再用小火 煤一个半小时 捞出母鸡和猪肘 再煤两个小时 撇去浮沫 将猪蹄肉捣碎 用漏勺捞出 剩下的汤汁过滤 即为奶汤 它的特点是 汤鲜味浓 柔糯滑润